35歲的俄羅斯小珍媽媽達亞上超市採買 剛生第二胎的她精打細算 因為物價高漲 老要用的尿布 嬰兒食品 甚至娃娃車都是上一胎的三倍價格 現在全家已經不再出門吃管子 非必要的開銷能省則省 首都莫斯科的超市裡 蛋價同比去年增長了四成以上 近期幾乎每個禮拜都在變貴 讓主婦們驚呆 部分地區貨價全空 部分地區祭出了限購令 當地媒體報導 蛋價上漲是因為 白雞飼料跟獸醫藥品等進口商品變貴 是西方制裁所造成的 檢察官則開始調查商家是否囤積 烘抬價格 地方政府保證沒有缺蛋 不過社群媒體出現人們在雪地裡排隊 搶購便宜雞蛋的影片 民眾奉刺彷彿佛重現 蘇聯共產時代 經濟部緊急進口十二億枚雞蛋 未來半年免稅供應控制價格 俄羅斯十一月的通膨 同比去年達到百分之七點五 白菜 柳橙 黃瓜都貴五成以上 人民購買力降低 非常有感 俄羅斯總統普廷已經宣布 投入明年三月總統大選 爭取第五個任期 要一路做到2030年 經濟問題對它不至於構成連任威脅 因為目前整體表現不差 石油天然氣出口的金金母 沒有被國際制裁切斷 改賣給中國印度 影子船隊拐個彎出口 獲利還是很可觀 加上開戰後投入巨額的軍事開支 也大大刺激經濟 推升通膨 官方預測今年GDP成長將達到百分之三點五 不過也還有許多挑戰 首先是青壯人口流失 數十萬人被動員上戰場 還有數十萬人移民 導致國內產業特別是高科技業 人才流失大缺工 明年GDP成長將會顯著的下滑 此外嚴峻的通膨 迫使央行持續升息路線 15%的利率讓窮人債務滾雪球 而且俄羅斯家庭 實際可支配所得落差很大 雖然製造業跟軍人薪資大漲 至少還有一千五百七十萬人 生活在每月折合台幣 不到五千元的貧窮線下 而官方統計數據通常報喜不報憂 專家分析如果西方要達到更好的制裁效果 就要找對方式施加更大的財政壓力 資本外逃 勞動力外逃 與技術窒息是三個關鍵領域 而在戰線拉長 普廷與西方頑強對立的同時 戰爭的代價人民繼續承受 共日新聞 十貨重編 作詞 十貨重編